因为关注全球气候变迁对人类的影响 也希望了解慈激在环保方面努力的成果 台北市迎新会成员 包括外交部长杨靖天的夫人 以及其他外国驻台代表夫人一行67人 前往台北市内湖环保教育站参访 大家有不少的赞叹和感动 宝特瓶回收最致的拒指令 如何抽成丝 纺成布 制成赈灾毛毯 台北市迎新会成员各个惊叹不已 所以真的是做环保身体好 由外交部杨部长夫人 以及外国驻台代表夫人 所组成的台北市迎新会 因为关注慈激在环保方面努力的成果 特别到内湖环保教育站举行年会活动 我感受到我们慈激人多么谦卑 不分男女老幼 今天也有七八十岁的 很多七八十岁 他们在做资云回收 说实在我们会员们今天都很感恩 因为大家来了这一趟心灵之旅 也学习慈激人如何立行 环保从个人做起 从家庭开始 都是这一群具有影响力的女性可以带动的 也借此可以再推广到至少16个国家 例行环保护地球 大爱新闻真上美志工 郑振峰 叶正义台北报道